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子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技术指标来分析一下 那比特币为什么说它的预期还会下跌 那今天会着重的是从Vegas通道方面来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多次说到降息 是不一定代表着比特币就一定马上就会上涨 那今天咱们从宏观方面从理论方面好好的阐述一下 那来支撑一下我的这个观点 很多人说你这是胡说八道 那有没有理论支撑啊 有没有数据基础啊等等等等啊 那第三点咱们来从这个一些你没有想到的那些方面来阐述一下 为何在下一个周期当中 那斯洛娜将会让你惊讶啊 那就是长得非常非常高 好那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 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把你的钱给放进去 因为这个行业呢风险的很大 骗子也很多 那如果说你想快速休息 并且开始赚钱的话 那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群 那会员群的加入链接呢 在YouTube视频下方 免费群 那找到群主本人 那也可以要求呢 视频或者是语音验证啊 因为骗子太多了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啊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啊 那我刚刚说到这个比特币的目前的这个走势啊 那这是我们的日K图呢 以前是多次给大家提到了 那咱们今天再一次说啊 那这几个低点呢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啊 那这几个低点呢 呈现了一个什么样 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这是对于这个 后市来讲呢 是不太好的一种迹象 那你也可以 是这么划一条线啊 那非常标准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那有的人还会在这个地方 那高点也在下降 对吧 高点也在下降 那画着一个道 通道 那么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 这个是发散的一个区间 但是呢 他也有人会说 这个发散的区间之后 那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是直接往上冲了 那直接往上冲的时候 那你要看当时的一个宏观环境是怎么样 那关于这一点呢 咱们在这个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会详细的聊到啊 好那咱们刚刚说的 主要着重来看一下这个Vegas通道 那么把这个Vegas通道来打开的话 通过日K线来看啊 那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 那关于这个Vegas通道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你在这个indicator里面去找 去搜索Vegas 然后呢 他就会出现 那我这个地方呢 是我自己编了一些东西啊 那我自己改了一些数据啊 呃 改的不是很多 呃 大概的就是这么一个数据放进去啊 好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Vegas通道 那我们看到在五 这是几月份的时候 这是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啊 那五月一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红粉色的线呢 是什么呢 粉色的线是120日的EMA的这个均线 那我是用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五月一号的时候 五月一号五月二号 它是只是穿透了这个粉色的120日的EMA 但是呢 并没有达到Vegas通道的这个是144 169的这个通道的上方 连碰都没有碰到一下 然后呢 开始一个强势的反弹 那么是从最低点五万六千五 直接又反弹到了七万一千八 那这个反弹的幅度呢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 这个周期很短 很快就上去了 所以说在这个点位 然后反弹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仍然可以说牛市还没有走 仍然可以相信牛市还在 那么紧接着呢 往上走 两次啊 两次达到七万一千多 分别是在五月二十四号 五月二十一号和这个五月 和六月七号 那么紧接着呢 又开始了一轮新的下跌 那么这一轮下跌呢 直接就把第一个通道呢 给击穿 然后呢在第二个通道的上方 寻找到了一个支撑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很多人还会抱有幻想 比如这一次呢 他先做一个假的突破啊 这个地方 先做一个假的突破 然后反弹一点啊 在一百二十日这个军线上面 被受到阻力 然后继续下探 那这一波直接就是 让很多做短线的这些人呢 就望而却步了 就觉得是不是熊啊 已经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得到支撑 但是呢 哎 这个地方 又开始了一轮的强的反弹 我们看到这是六七月五号 然后因为这个月 七月底的时候 有这个比特币的大会啊 所以说在比特币大会 这个预期会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 那么这个比特币又往上冲了一步 但是呢 这一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走势啊 这一波走势跟上一波的这个走势呢 相比 看起来是比较强势的 看起来比较强势 因为这个阳线比较多 阴线比较少 但是呢 他到了这个七月二十九号 也就是比特币大会当天川普演讲的当时啊 冲到了七万零五十 然后呢 急速开始下跌 那这一次 把这个通道给击穿了 用Vegas通道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K线呢 在上方运行称为牛市 那么现在呢 是在通道之间进行运行 那么你可以把它称作是熊市 那没有任何的毛病 那你如果说非得要抬杠的话啊 你说哎 那下面这个通道还没有跌穿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通道 那这个绿色的线的支撑啊 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能看到 四万六千九百九十六 也就是四万七亿附近 那红色呃这个橙色的这根指标呢 是六四万五千啊 四万五千的关口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那么这两个线呢 它会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说未来呢 我还是呃长线啊 呃中短线嘛 不能说长线啊 长线肯定是看涨的 那中短线呢 还是要看到四万到四万五的这个区间 呃 所以我一再强调说 我我没有呃撒一点谎 我告诉大家我在四万和四万五分别 这个两个关口呢 都挂了单 那这是真真实实的 我真的是挂了 呃下一步会怎么样呢 呃 那我们可以看小小周期的这个级别的啊 那把这个维克斯通道因为关掉 因为太太那什么了 那小周期从这一次8月5号跌完之后 那我们也是呢 在小级别上能看到到低点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除非一根阳线呢 除非一根阳线直接站上去六万五 直接站 我都不奢望它能再一次冲这个七万 如果说它能够站上去六万五 为什么是六万五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可能也是日线级别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是我们看这个六万 呃一百二十日EMA是六万二 那如果说它直接站上去六万五 也就是在这根阴线啊 日K阴线的上方的话 那也就是把前面的这几天的这种巨量的跌幅呢 给收回来 实地给收回来 那么我才会说继续看多 那目前来看反弹呢 我们看这个量啊 呃量能也没有继续的放大 那这个我们现在的是美国西部时间呃 三点二十二分呢 还有一个多小时 这一天的日K就要收盘了 那目前的这个K线呃量能方面呢 并没有有效的一个放大 所以说从这个Vegas技术指标通道上来看呢 那么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式呢 是呃不太乐观的 那不太乐观 呃那如果说你问我呃 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操作呢 那我告诉我的会员呢 是呃减仓一部分 那只要反弹到六万以上 减仓一部分 呃然后留一部分的现金 呃那么我们就可以就是 工手啊都可以同时来布局起来啊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来分析 那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 这个我前面一直在说降息的这个问题啊 呃前面跟大家讲了好几次了 那每一次我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我提纲上面我都写到了 但是呢每一次都忘了讲了 那这一次呢 我好好的也跟大家讲一讲啊 那降息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那降息呢是因为经济不行了 经济有衰退的迹象了 那么美联储呢开始宏观调控 把降息呢作为一种手段 然后呢让这个经济呢 没有那么硬着陆啊 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利息呢降下来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的运行呢 它是有一定的惯性的 那当这个经济不行的时候 美联储开始新的一轮的降息周期 那但是这个经济呢 由于它的这个惯性也很大 然后呢经济还会继续下行一段时间 那下行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这个降息的这个周期结束 那么我们之前预测呢是在 2025年的3月份4月份 那如果说能降到基准利率达到 百分之一点几的话 1.7或者是1.5的话 那么整个的周期走完了 那么这个经济呢 又可能开始回头往上 那么这个经济下行 会带来一种什么样子的后果呢 那经济下行呢 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呢 就是美股呢会跌 那美股跌呢 整个市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就会达成一种枯竭的一个地步 那我们都知道流动性枯竭 那比特币呢就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那流动性枯竭 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短缺资金 那比特币同样的道理 也会跟着会下挫 不要觉得比特币在这一次 这个降息周期呢 会有一个避险的功能 但是呢 所有的避险呢 都是要避到稳定币里面去 或者是避到美元的里面去 那降息一定的会让很多人 会逃离这个市场 这是大部分人会想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很多人很多博主会告诉你 降息呢 降息周期开始了 那我比特币肯定是要涨了 那这个是 你要搞清楚这个周期 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地方 那如果说降息结束了的话 那肯定是要涨的 但是呢 降息周期过程当中 这个金融市场呢 都是要下跌 那我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你如果说搞不明白这里面的逻辑 或者是被一些博主 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迷惑住了的话 那你就看巴菲特 你就盯住这个 布克希尔 哈萨威 他们的这个股票 他们投资的一些标的 比如说前第二季度报已经出来了 对吧 那么他们显示 把苹果的一半的仓位占掉了 你要问一下 为什么巴菲特老爷子 在这个时间节点 去减持了苹果的股票 难道苹果不好了吗 难道说他感觉到什么东西了吗 并不是 那只是因为将期周期开始了 那么他要避险 那他要避险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他的基报出来 他又开始重新买入了 苹果的股票了的话 那就是将期周期结束 然后预期上涨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要入局的一个好的机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资 要跟大部分人相反 但是这个大部分人 不包括巴菲特 那巴菲特在这一方面 还是一个老狐狸 非常非常牛 所以说 我们认为的一些事情 和实际上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 它是有 这个相反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很多人讲的 这个投资 它是反人性的 你一定要跟很多人的 这个想法 反着来 那你才能在这个 投资市场里面 在这个赌局中 能拿到一定的筹码 能够带回家 能够从赌局上拿下去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单的跟大家 罗列了一下 如果说大家还 对于这个降息周期 为什么会有预期下跌 这个问题呢 还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再系统的 去整理一下资料呢 然后咱认真的 严肃的做一期视频 来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好不好 那你再留言区 告诉一下你的 你的这个想法 好 那接下来 咱们来聊一下 这个Selona 这个Selona 为什么我说这个 是大部分人 没看到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去讲一下呢 那Selona本身呢 这一轮周期的表现 还是非常非常抢眼的 那我为了去找到 这个有利的一个证据 跟大家阐述一下 我这个观点 我把这个 已经归零了的 大选币 拜登币 来作为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个拜登币 我们都看到了 他已经是 因为退选了 源于嘛 没有办法 他已经被市场抛弃了 那他已经走向 归零的一个道路了 那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拜登币呢 是在Selona链上发行的 对吧 那在Selona链上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 Meme 很多的图狗 来发出来 那这个发出来之后 那一定呢 是有很多的币呢 他走向归零 就像拜登币 这种情况 他就出现了 那问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在这儿 他即便是归零了 但是他的池子啊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锁 对吧 他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流动性呢 是锁住了 那锁住了之后 他有 里面仍然有24个 Selona在里面 对吧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很清楚吧 好 那这是 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川普币啊 川普币呢 虽然说没有归零 但是呢 目前的走势呢 也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 那 虽然说没归零 但是他目前的市值呢 是到了 九千多 也是接近归零了 那我们看他池子里面 还有多少个Selona 将近34个Selona 大家应该能看到啊 在这个地方 那接近34个Selona 那我这么跟你说是什么逻辑呢 也就是说在每天啊 那我们都看到 在MoonShot的上面 每天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脱口 那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 就是这个Pump 这两个平台 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新出的一些平台 那么在 他是给Selona链上去贡献 去发这个脱口啊 就是带来一些便捷 那么在这些链上发的这些币 那当然了 昨天的时候 川普和马斯克 他们在谈话当中呢 出现了160多万个脱口 那160多万个脱口呢 其实中呢 只有一百多个 好像就上了这个Radium 上了二级交易所 大部分呢 都是去归零了 那归零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池子里面 它都有多多少少的 有Selona留下来了 就永远的锁在了里面 那么即便是上了Radium之后 那也有很多的这种脱口 最后的结局呢 是走向了归零 那么归零之后 永远的锁住了 20到30个Selona 那大家算一下 那Selona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Selona 它的总的一个发行量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啊 那目前它总的供应量 就是5.8亿个 那如果说 每一个脱口的这个盘子里面呢 都会有20到30个 死掉的这种脱口里面啊 20到30个 永远的锁住了Selona 那对Selona 意味着是一种通缩的模型 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观点啊 那我今天呢 所要跟大家讲的呢 就是Selona 前景看好的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Selona 在什么地方去抄底呢 那也是在看到这个地方啊 跟这个比特币 是同样的一个观点 那你持续关注 Vegas通道的最后一个通道 那跌穿之后 去买入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是判定的是90附近啊 80到90之间吧 好 那以上的就是今天视频 Selona 那希望对你的投资和思考的 有所帮助啊 请一定帮我点赞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